今天的第一顆死竹 翻過來也連路撿了一些小 piece 把它洗一洗,很像 好像沒有刺的 小的 再煮好了 我也要吃 不小心 再煮好了 我做了好 再煮好了 我還有 這裏又一個 都喜歡躲在角落 今天又換了另外一個地方 直接把車開到對面 現在對面這邊是煤圓吊橋 過來下來 我剛剛在下面 還是一樣嘗試的想過耳朵 但是有一個地方 真的是很恐怖 我又差點摔跤 所以我學乖了 我覺得我還是乖乖的把車開過來 人走下來比較安全 小河美 小河美 現在剛剛在下游 我們現在看到旁邊有一個 橋墩的遺跡 再往下一點 那邊在對岸的時候 又很鐵齒啊 我就看到一個地方 想說距離比較近 不然我來過河一下好了 這個要奉勸大家一下 有時候真的要看清楚 那個地方 它剛好是河道變窄 水流變緊 所以我踩第一步 就到腳步 第二步是下去 直接到大橋 差點整個人跌進去 我的包包也有點濕 因為我比較滑了一下 那我就心裡想 我們還是乖一點吧 就把車開過來吧 不要冒險吧 因為現在也開始雨季到了 這個水量也比較大 剛剛上面萬大電廠也在說要放水 是覺得這水是還好的 通常他們發電放水就是 多一點點而已 因為有什麼危險性 我這邊好像看到一個 因為它可以看見 然後現在還看到一個 這一點點 到家中去哪個 一些水分 也滿足到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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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有趣齁 一個石頭在小撥塊上面 是誰把石頭放在這裡的啊 哼 應該不太可能 這是河水蟲的 這麼大一個 這裡有個龍蚊石 現在是怎樣 石油放的吧 你看這裡有點氧化啊 這個其實沒什麼用啊 那我們繼續把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好 這裡有個好過囉 看一下 挺重的 今天第一個可以看 注意看 沒看到灰灰的 洗一洗 其實李建有時候來河岸上撿石頭齁 然後 跟大家聊天內容 我也沒有什麼 排練過了 就是 有時候就想一下說 阿 今天要講什麼 大概先思考一下 這一次齁 真的是 想不出來 哈哈哈哈 不知道要聊什麼 呃 不過今天可以出來解是蠻開心的 因為我這一次隔很久 我最近工作很多 對 有時候 人為無斗敏得要嘛 沒辦法 那工作多 我們還是要先把工作完成 好 再出來撿 這裡有一個 看一下 奇形怪狀 收手 這裡有一個 比較小 但是 看起來是還可以 紋路還可以 這也是啊 比較小 但是 紋路是還OK的 最近就是 地震也蠻平凡的 一直有親友 勸告李建說 沒事不要往上岗 現在地震很危險 不過基本上 我們到這個地方 都比較不是峽谷的地形 那我們就應該 會比較放心一點 那就是 路程中 有經過一些 會有崩落的地方 我們就 行車快快通過 就好了 應該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 最近真的地震 搖得蠻厲害 大家都被搖得 很三十幾 所以 有時候就讓我 回想起 前那個 921 921 是很多人 這個 恐怖的回憶 這個 921 那時候李建 還在當兵 這裡又有一個 好可怕 這感覺好像是 我們挖起來看看 喔 小意思 跟預計的不一樣 這樣我以為它會比較大一點 這裡又有一個 略微有些氧化 那個紅色的袖色有點紅色 所以你看這邊 這邊 剛剛跟大家講到那個 921地震 因為李建 家是在 中部 我記得921的時候 我在北部當兵 那時候 我有一個特殊體質 就是 通常我會在 比較大的地震 前幾分鐘就會行 啊有時候是看著天花板 就是上課 我記得我在當兵 我就睡一睡 半夜起來 小點多嘛 他就起來 欸我想尿尿 好去廁所 上個廁所 結果回到寝室 躺下去 就開始天搖地動 轟轟轟 在天搖地動之前 我看到了很多人 地震 就是在虎口台地的上空 有點像 極光或 不太像閃電 閃電旁 它有顏色 它有點像 藍綠色那樣 光線 它閃了幾下 然後我就看到閃電機 怎麼會這樣閃電嗎 還沒有議會過來的時候 就開始 轟轟轟轟 搖著 搖著 尖崩地裂的 它那個921 其實 真的也蠻嚴重的 我們很多 中部的 同梯 住東室跟中寮 也有 中 東室那邊的 家裡 房子倒掉死了好幾個人 還有中寮那邊 但是中寮那邊的房子也倒很多啊 倒光光 然後 我一些同梯就 很快沒多久之後 他們就辦理退伍 因為 家裡有一些狀況 就可以讓他們提早 退伍 好大呀 但是比較弱了一點 然後 我有些 學弟們也被派到埔里 因為我自己本身 是有我的業務 沒有辦法離開 臉上 那他們有些人去啊 哇那去回來真的都 都要需要 心理補導 都就是很多 又去幫忙 挖屍體 所以 地震真的是蠻可怕的 最近剛好一直在震 震的大家都不要不要了 這裡有一個心 好大耶 想要這裡居然有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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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居然有貨 這裡有一個氧化的 氧化的超級嚴重 像一個生鏽的 機器或汽車的板筋一樣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裡 讓它回對起來 剛剛講到地震齁 像地震啊 這些天災啊 我們 我們 有時候常常都講人定勝天 其實 人 有時候是很難勝得了天 就是我們對 這些 大自然 還是要 抱持這一種 崇敬的心態 有時候 太 太 太 嚇壞 大自然就會懲罰你一下 好的 我要回頭了 我這邊剛好上面有一個竹林 滿涼快的 在這邊做一下抽肥煙 休息一下 那 今天撿的是還好 沒有說真的 撿到什麼太滿意的東西 那我等一下就要往回走 往回走到 上面吊橋那邊 然後回去開車 你今天真的太久沒有出來 活動活動 走得 喘得要死 這就是跟大家講說 平常還是要運動 好 那我看來我應該 多上山來走走 這次隔太久了 我真的覺得 體力變差了 我們就 今天的行程 就告知結束 下次再見 我們就要開始了